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央视点名官宣 近东合成一王炸阵容的新剧 能否掀起收视狂潮 国剧一哥近东主演的职场剧 纵有集风起备受观众期待 该剧讲述了职场逆袭的故事 近东搭档双料事后宋家 还有凭借庆余年 斩获白玉兰最佳男配奖的田宇佳盟 光阵容就相当亮眼 而且近东和宋家两位主演 还将在剧中上演相爱相杀的戏码 预告中两人见面可谓是火花似箭 上一秒近东还在表白 下一秒就被宋家气得发飙 简直就是一对欢喜冤家设定 光看预告就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想必成片更能惊艳 果然近东一出手就是一部狠剧 不仅如此 近东又有新剧传来好消息 电视剧底线被央视CCTV电视剧官方账号点名官宣 该剧2月底就已开机 近东倾情演绎 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 阵容强大 目测又是一部大爆款 金牌主创团队打造司法行业剧 底线讲述了新城法院立案亭亭长方远 近东是为晋升副院长而努力 空降而来的法助叶新蔡文静氏却成为他的绊脚石 另一边 与方远一个师门出来的宋宇飞和前任在案件中里面碰撞 互相针对 而方远的徒弟周亦安诚意识出入法院也并不顺利 三代法院人面临职业上的重重考验 却坚守着心中的底线 最终获得成长 也明白了司法的真谛 作为一部行业剧底线 将视角放置在司法领域 这就需要对内容进行严谨且专业的把控 近两年行业剧口碑都不尽如人意 比如郑青春你好检察官 在豆瓣评分都没过5分 专业性备受质疑 而底线想要扭转行业剧的口碑 从各大题材电视剧中脱颖而出 就需要实力强悍的主创团队进行加持 好在这部剧导演编剧创作水准一流 先说导演刘国同 指导过多部口碑家剧 刑侦剧天花板制作的《重案6组2》 就是由他担任执行导演 还有豆瓣评分高达9.2分的《无限生机》 也是出自他手 该剧将医护人员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是医疗题材电视剧的经典佳作 另外底线的编剧由黄金夫妻档费惠君 李小亮担任 两人一起指导了在一起之救护者片 对抗议中医护人员的真实写照 感动许多观众 创作实力不容小觑 而这次导演刘国同与编剧费惠君 李小亮两夫妻共同参与底线 创作可谓是强强联合 口碑有所保障 观众可以放心等待追剧了 全员演技派 诚意太惊喜 底线在悬角方面真是诚意满满 男主靖东 国家一级演员 演技毋庸置疑 在伪装者精英律师中就有所体现 而在《我的前半生》中 他饰演的贺涵冷静睿智 举手投足之间展现着精英男士的优雅与魅力 对女主罗子军一往情深 勇敢的面对感情 和罗子军表白时眼神中有深情 也有对罗子军的心疼 情绪极具感染力 靖东用精湛的演技将贺涵这个角色演绎的深入人心 这次在底线中靖东饰演的男主方远也是一位行业精英 这对表演精英角色惊艳丰富的靖东来说难度不大 想必又能带给观众一个印象深刻的角色 另外 实力派小生诚意也加盟了底线 诚意不仅五官出众 演技在同期小生中也是名列前茅 无论是琉璃中温柔痴心的雨思凤 还是怒海前沙和秦岭神术中的张启玲 都让观众眼前一亮 演技可圈可点 这次在底线中诚意将饰演司法新人周一安 相信凭借诚意的演技又能带给观众惊喜 值得提议的是底线女主叶欣由蔡文靖饰演 在阳光之下中蔡文靖饰演的柯颖柔弱与刚强兼具 气质中带着散不去的忧伤 破碎感让人心疼 被封销声控制的她不得已和男朋友分手 眼中的悲伤仿佛要一出屏幕 眼泪不停地流下来却还要故作坚强 简直就是小说中走出来的女主 演技细腻自然 看来这次在底线中也能让观众惊艳 不仅如此底线还会有老戏古王靖松的加盟 简直就是全员演技实力派 光看这王炸阵容就让观众追剧的心情迫不及待了 总而言之底线由金牌主创团队打造 剧情方面观众大可放心 作为行业剧,专业性也有所保障 口碑提前预定 另外,演员阵容堪称一绝 国剧一哥近东就是收视率的保障 看来又要掀起一波收视狂潮 那么你期待看到这部剧的播出吗